上个礼拜的重点大概就是把那个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讲了304到402吧 所以这几题的话当然主要304 第三类的部分基本上就回圈了 而且好像主要是以Fall回圈为主 基本上都没有用到Fall回圈 所以第四类的话他可能比较强调用Fall回圈 如果Fall回圈跟Fall回圈比较起来的话 其实以我的经验Fall回圈用到的机会绝对是比较大的 或者明日一般的资料大部分是有固定范围的比较居多 当然还是有一些状况就是说 那个回圈它不是固定范围 所以你可能要用Fall回圈 否则写不出你要的结果 所以像402题第四类 它这边就是不定数的回圈最小值 其实它总共给你一堆数字 要你把它输入进去 之后比较输入的那些数字里面 哪一个最小 最后它会跳离回圈是 当它是9999 四个9的时候就离开了 所以这一题 它的题目一看就知道 它就是希望你要画回圈 如果你用Fall回圈 这要写比较难写 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 因为它已经跟你讲说不定数了 不定数 不定的话就是不确定数字 也就是不确定范围 不确定范围的话 意思是跟你讲说 那你就是不要用Fall回圈 OK 你用Fall回圈说真的 还真的还蛮难写的 但你也可以写Fall I in range你可以一到一百万 有没有 如果当它输入的是9999的话 再break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说写这样很怪 就是说你一直要把它写成Fall回圈 倒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说不恰当而已 OK 所以上礼拜的程式 基本上我们大概来简单复习一下 基本上就是 输入一堆 然后最后的话 所以我们用了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说我输入之后的话 当然我上个礼拜有同学提到 就是你可以这个mini 其实我这边预设值可以等于零 当然如果它是负值的话 如果里面的假如没有负的 那当然mini变零 那当然就会有问题 所以可能一个方法就是什么 那不就是你input 你也许这个零可以用input来先输入给它 也许你输入完之后 然后再输入一次 输入一次 如果许进去你可能就是给一个负的值比较大一点的 负999吧 应该没有比这个 如果还比这个更小的话 那当然就机会更小了 不过因为理论上它这个考试题 它很多地方没有考虑得很周延 所以我们也不要钻于找尖 反正我们基本上 如果你现在考试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 原则上这样写就OK了 那理论上呢 我们是什么 mini 那话语一帽 也就是让它不断地去跑这个回圈 那输入之后的话 不断输入丢到a里面 那如果a假如说是等于999的话 那就跳离 所以哦 我把这个跳离回圈写在这里 当然如果另外一个写法 你不要用话语帽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判断写在1的这个位置 也可以哦 你这个写法是一种写法 另外一个写法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逻辑判断 把这个逻辑判断写到这里 那但是写在这里的话 你变成说呢 你写这个地方就不是1 你就是写什么 把刚刚这个 那可能这个a变成要放在上面去了 让它先输入 然后再判断 否则的话呢 这变成说如果我要写另外一个方法 就变成说 我要先让它输入 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再让它判断 判断部分的话呢 就是呢 当什么情况下呢 会去做下面的叙述 那当什么呢 当a等于99 当然不是 当a不等于999 然后等于999就离开嘛 所以不等于 那所以这边有一个逻辑判断的话 那这两这个就可以拿掉了 这个brake就可以把它处解掉 那因为呢 这边已经没有一个逻辑了 所以底下的l逻辑 那当然就可以什么 可以把它改成逻辑 也就是输入这个词 假如输入那个词 它如果不等于99 那表示说它输入一个 它要判断的词 那我们就拿它跟什么 跟mini比较一下 如果呢 它的值呢 比那个什么呢 比mini还小的话 那我就把那个 它输入的值 放到mini里面去 所以 这个题目的话 基本上 就反复的 要我们去 输入什么呢 29 所以理论上 我们会先输入什么 输入29 拉上来一点 OK 那假如说 我今天输入29之后的话 看一下 有没有比0 没有 所以这个逻辑 就不会进到这里 然后100也不会 948也不会 直到负28 所以负28 因为比那个什么 比0还小 所以会执行下面的这个动作 也就把负28呢 放到mini里面 所以mini就变负28了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0 在负388 所以再把负388 放在mini里面 然后最后把这个结果 print了出来 结果可以看到的 那就会是负38 负388 OK 所以程式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写的方法 当然你如果用 刚刚我写的那个 画一冒号 是一个写法 如果你不用画一冒号的话 你还可以 直接把那个逻辑 你写在这里就可以了 OK 两个写法啦 结果其实也是会是一样的 只是说 像我的习惯 蛮喜欢用那个画一帽 反正意思是说 你就让程式继续跑 OK 第一个的话就上礼拜那个40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404 这一题呢 其实跟前面有一题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数字全部加在一起 那个有点像 有没有 98765 然后呢 把98765里面的 所有的数字 通通提取出来 也就把9加8加7加6加5 全部加种的结果输出 应该有印象吧 好像应该是30306吧 还是多少 那这一题的话呢 逻辑有点像 但是结果呢 假设了 他是希望说呢 输入什么 31283 然后呢 他希望什么 输入 你输入一个数字之后的话 他希望把它反转过来 也就是说 你输入的时候是 由左到右 对不对 他把它由右到左输出 所以输出的话变什么 3821 有没有 3 有没有 3821 3 如果你输入是98765的话 那他就输出变56789 哎 可是问题哦 这个地方程式该如何撰写 当然啦 这还蛮有趣的 有时候 像我的 我是还蛮享受的 我先想想看 如果想得出来表示OK 我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想不出来没办法 偷看一下答案嘛 好 然后呢 再写写看 有时候不一定说要把那个 被那个答案给牵 牵着走 否则的话 很多时候你应该 你一直被答案嘛 所以很难说你能够自己想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哇 但还比较介意啊 因为想出来的答案可能至少超过十种以上都有可能 而且每个人写的结果都不尽相同 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想想看怎么写 但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呢 你可以参考之前那一题 也就是说好 我们可以怎么样 先把它怎么样 当一个文字好了 当个字串 好 那字串的话呢 总共有几个用L1N去判断嘛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用 用for 那就是说我先把这个字串先丢到一个变数里面去 然后我输出的话 我反向输出 所以我那个step 也没有 我那个for i in range 的话 range 第三个参数的话是step 预设是1嘛 越来越多嘛 那我可以越来越少就好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了解一下这一题 所以要输入这个 输出这个 颠倒过来 输入0的话 当然0一样就输出0 还有什么135790 输出的话就是97 刚好颠倒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来也许先试试看 数字反转判断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先把题目想一下 OK 我是觉得这个证照考试 它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去思考 然后并且识错 那当然相对的会比较实在一点 那当然这个考试是 这个TQC那个单位办的 那个是电脑技能基金会 是国内的单位 国内的一个财团法人 那他跟 那国际 有一些国际证照 原厂证照 考的方式又不太一样 像有些原厂证照 大部分都考选择题 比较没有考那个所谓的实作题 OK 所以差异我觉得 我觉得实作好像还是比较一翻两队 比较能够考出实例的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第40试题 先稍微思考一下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比较 比较 比较简单吧 OK 其实解法蛮多的 OK 试试看 可以偷偷先放上去答案吗 答案已经在上面了 在云端上 你可以找一下那个 第一到五类的 往下犬洞 就可以看得到 402 404